阿北回来了 2018年克文哲以58万选票 成功连任台北市长 也为他赢得千万选举补助款 那那年的花费 就是人事跟活动的发费 1500多万 所以那年也还有200多万的 选举补助 按陈佩琪说法 当时选举花费1513万 而选举补助款1742万 因此结余近229万 但当时的发言人克玉安却说 克文哲当年为选举抵押房屋 贷款2000万早就花光光 虽然有1742万选举补助款 加上退回的200万保证金 应该还亏58万 300万的金流的落差这样子 这个就有点糗 还亏60万怎么办 还好 不只克文哲当年认赔 就连当时的竞选团队成员 张艺善也说 当时克文哲还了房贷 还差58万 也因此让张艺善挨了一顿 我有稍微帮克文哲算过票 原本以为可以拿到65万票 可以拿到2000万的补助款 后来只拿到58万票 所以到最后是亏损了 将近58万 实际看看当年监察院结算表 实际支出5500万 并非陈佩琪说的1513万 就算加上政治现金4400万 也还有1100万的缺口 克文哲在竞选市长的 总支出是1500多万 总收入减掉总支出 就是200多万 所以我不晓得 他是哪里不明白 还是刻意在误解造谣 那2000万的贷款 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就把它花光了 陈佩琪未救夫 试图厘清金流来源 但钱的来源都不拢 情上火线就怕成了 提油救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